接下来是一号选手 来自单摆的一号选手 一号选手刚刚的三把是第四名 我觉得他的跳法有点僵硬 比较用力想断点的感觉 切那个音乐的感觉 那是不是他们的编排 有待提高呢 我想编排不是问题 用力的方式 还有对音乐的概念的感觉 他们比较用切断音乐的概念 去跳舞的 断的音乐感觉 所以说这个太多的断点 就会显得不是很流畅 是的没有错 而且我是会经常听不到 他的肢体上面所产生的 比如说恰恰恰的那种 肢体的音动感觉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 陆地亚的四号选手 我刚刚要大家观众朋友们 特别去看他们的视频动法 果然没有错 他们刚刚在第一支舞里头 拿的是第二名 我讲肌肉掌控 还有对平安的掌控 对对有别人的不同的地方 相当的稳健 他们发展VOCAD 字幕志愿者 都是 慢慢你会发现到他自己的运动 跟音乐的感觉蛮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还不是最好的开幕 可以再更好的开幕 那么四号选手对恰恰的演绎已经结束了 今天曾经因为蛮特别稳定的 接下来上场的是52号来自斯罗伯尼亚的选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周老师您觉得这队选手和前面的几队选手 他对恰恰的演绎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秦门城跟柔软度比较强一点点 而且松弛度比较好一点点 这队选手比较僵硬 跟前面选手比较接近 克罗地亚选手是吗 对 跟那个四号 四号选手对 跟四号选手比较接近 跟一号选手比较接近 断的比较多一点点点 显然他们两个人跳法比较像 对 刚好在 我想应该到现在三师了 谢谢 谢谢 52号选手是来自斯洛文尼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那这个选手要相比较 刚才我们看到那一队选手的 他在停顿和运动当中 联系的就比较好 基本上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潮流的发展 但是这样很容易发生 就像刚刚发生的失误 是不应该的 现在有点断的感觉 但是刚才三马是拿到第一名的 如果拿来跟四号选手来比较 克罗蒂亚选手来比较的话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 那个克罗蒂亚选手的跳法 但是这个在比赛当中的时候 会引起将来一种 是不是跟罗蒂亚选手一样 就比较干净 比较清楚一点点 有可能引起裁判的飞翔 好 二号选手表演完毕 这是来自俄罗斯的二号选手 现在我们看到是来自俄罗斯的四十二号选手 我说这一队选手应该将来空间很大 原来他们从资料显示才合作两年而已 那刚才两队选手 同样人来自俄罗斯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动作都非常的舒展 无论是在停顿还是在这个 对 感觉比较开一点点 比较放一点点 对 对 比较舒展 我想到位的可能性 比较到位的感觉 我感觉真的比较比起各队来讲 他比较不近 哦 比较漂亮 漂亮 对 像刚才那种动作肯定都要柔软度很够 对 然后松弛度很够 力道很近 然后再突然间瞬间点得很好 但现在很明显的常识 有两种跳法在竞争 他四十二号 还有四号 还有六号 五号 甚至五号都比较相同的跳法 那喜阳三队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 要断着一个 切着那种跳法 那我觉得这个六队选手当中 我看从观众现场的这个掌声当中 我觉得好像是更喜欢这个四十二号的这种